大家好我是Vampone 本部影片算是個驗證以及道歉影片 來談談傷害抵抗以及防禦這兩個配料的測試 很感謝授權的大佬白木優協助 防禦雖然隨著等級的機值提升之後 搭配配料一定程度的提升 但後面幾次的實測發現 其實抵抗的配料還是一直維持在一定程度的水平上 甚至在多次普攻實測 依然有很棒的傷害抵抗效果 我自己也使用了兩次測試做比較 如果撇除附屬性的配料能力 抵抗的效果仍比防禦好 這一點算是再次測試給大家看 也對於之前推薦的配料問題跟各位說聲抱歉 不論是在直播的還是在影片留言的 就是針對40級的配方推薦這邊有做異動 而且還讓大家多刷了一些配料的成本錢 甚至效益還更差了 真的很抱歉 接著對於現階段傷害抵抗的優勢問題 因為像黑橋以及其他的寶物是有扣防的效果 也讓防禦配料的能力有受影響 除非未來推出無視抵抗的效果 不然傷害抵抗依然是很好用的配料 簡短的影片就到這邊 這次的書也對各位玩家很抱歉 讓大家多花配料錢了 未來的影片會更注意一些細節 也也謝謝大老白木優協助測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PonPon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